刘云是今次比赛的评判 他曾经是体操运动员 参加过很多国际赛 拿过四十几次世界冠军 还包括两届奥运跳马的金牌 从我们国内来说 确实像全英会啊什么的 很少说有人去关注体育展示现场表演 往往忽略了我们这次非常成功的 开创了一个带有中国元素的娜娜潮 比如加入了中国的音乐元素的 有服装元素的 还有武术元素 戏曲元素 感觉就是千字百态的百花其名 奥运比赛不单止啦啦队要练 连入场观众都要训练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观众百年来第一次结束奥运会 我们很担心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其他硬件可能是没问题的 但从赛场的观众的一些文明正确观众比赛 比如说该什么时候鼓掌啦 该什么时候为场上运动员加油啊 可能这是需要有个引导的 以往那些体育场合 中国观众都曾经出过洋商 04年亚洲杯球赛 中国球迷不满赛果 赛后辱骂日本的球员 07年曼宁亚洲之旅 在最后一站广州操练的时候 4000几个球迷冲入投场 令到操练受阻 这些是北京市各个城区 積極培训的所谓核心观众 叫做文明啦啦队 他们就是负责在观众席上 大动气氛的 除了叫口号 最重要的是学一些礼仪 比如刘翔出现在这个场地 大家特别高兴兴奋 也不会自由地很随意地这样喊 比如你像人家那里打球 刚一发球你这一喊 人家不知道该怎么接球 这个倒起了反作用了 所以在这块我想 就是完全听大会的指挥 我们的核心就是 宗旨就是带动我们所有的 包括看台上的观众 其余的人 比如说自己带一些 喝完水的瓶子 制造了一些社会垃圾 我们的核心观众在离场的时候 会自行全都带走 我觉得也会影响其他人 离开奥运开幕 还有100天多些 雪儿他们都加紧练习 对于最近性火传递 出现不愉快事件 他们说体育还体育 不会理那么多 作为华国的运动员 他们可能也不是这样想的 他只不过一个身份是法国过来的 那当他站在这个赛场的时候 跟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一样会为他们加油 既然是比赛 他就先把政治放在一边 我们不谈政治 拉拉队负责纳喊座威制造气氛 不过奥运是不是纯粹体育盛事 这么简单呢